接下来我们视线再转回国内 关注一下国内的一个科研的新进展 让诗语者开口说话 通过意念指挥机械 这似乎是我们的科幻作品当中才看到的场景 但是近年来呢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些从前的不可能开始成为可能 清华大学科研团队近日连续公布了两例 分别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联合开展的脑机接口临床实验的进展情况 那两位高位接探患者 分别通过无线微疮脑机接口 实现了意念控制光标移动 和意念控制手套外骨骼持握 这意味着由我国开展的 无线微疮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取得重大进展 究竟什么是脑机接口 人机如何实现融合 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都有哪些 未来脑机接口还有哪些发展的可能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疑问到底 那先来看看我国科研团队成功进行的 无线微疮脑机接口临床实验 最新发布的临床实验 是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共同开展的 35岁的结瘫患者小白 在去年12月19号 接受了无线微疮脑机接口植入手术 经过两个多月的康复训练 目前他已经能够实现意念控制光标移动 我们通过脑机接口呢 来获取了大脑运动区的神经信号 通过解码体现它的运动意图 它通过意念来控制这个鼠标 追逐我们的目标的这个把区 它现在呢 对这种移动和追踪 以及这个覆盖目标的这个准确率 已经达到了我们预设的实验目标 其中的第一步 另一例临床实验 则是由清华大学科研团队 与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合作开展 四肢瘫痪长达14年的患者杨先生 在去年10月24号 接受了植入手术 这也是我国首例 无线微疮脑机植入手术 目前患者杨先生 通过意念控制手套外骨骼 部分恢复了抓握功能 我们让患者给他拿到这八个不同的位置 然后我们会算一个时间来评估他这使用脑机接口的情况 目前患者他平均能够在十秒钟时间内把这个水平 或者是我们的物件拿到指定的位置 试验人员发现杨先生不仅能够通过脑控抓握 甚至还能够拿起水瓶喝水 这意味着他们的试验目标已基本达成 我们要通过这个系统帮助脊髓损伤的患者 能够恢复他的手部的运动 患者现在已经能够自如地用他的脑信号来控制机械手喝水 这是14年来第一次 我们认为达成了我们最初整个实验的目的 它是半寝路式的 信号比较好 它的设计方面也有一些无线的充电等等方面 的一些集成度比较高的一些设计 它的安全性 它的有效性都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 这两个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医学发展的无限可能 那接下来咱们就打开第一个问号 究竟什么是脑机接口 这个脑机接口指的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信息通道 实现两者之间直接信息交互的信性交叉技术 那脑机交互主要是通过监测大脑的电信号活动 和深化信号活动来实现交互 它能够捕捉运动皮层的信号 可以将大脑的一些活动的深化电信号 转化为这种可控的指令 让残疾人或者是脑部疾病的患者 能够恢复一定的运动能力 获得一些简单的交互能力 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就是让你的大脑和电脑 或者是其他的电子设备直接对话 那通过这种技术 我们就可以把大脑的想法转换成电脑可以理解的信号 或者把电脑的信号转化成大脑可以理解的指令 就像在你的大脑和电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让他们能够互相聊天 那在临床试验当中 患者是怎么通过脑机接口技术 用自己的意念来控制器械的呢 在我们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四肢瘫痪长达14年的患者杨先生的家中 记者记录了他用意念操控外骨骼系统 实现抓握和喝水的过程 在杨先生家中 他的妻子确认电脑和外骨骼系统都开机之后 就把无线接口贴在杨先生的头部 随着脑电波不断被采集和解码 杨先生驱动气动手套外骨骼握住了水瓶 并将瓶子慢慢放在嘴边 你在想他的同时 他就能就钻上 用力地去想抓 然后他这个就会动作 真是只有病人这个真实体会 就这么一点 老幸福 对提高生活质量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科技改变生活 真的相信了 因为三个月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进步 有我们十几年没有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进步更是更大了 都是我为了嘛 可能再练练 没准能自己吃饭了 联合团队专家介绍 在杨先生头部植入的 仅有硬币大小的装置 集成了脑机接口处理器 无线通讯和供电接口 以及用来采集脑电波的电极 植入位置位于颅骨外侧 只有电极进入颅骨内 贴在硬脑膜外 另外这套系统还包括信息采集 供电模块 脑电波解码翻译模块 以及气动手套外骨格等 有两个线圈 里面有一个 外面有一个 我们的系统设计呢 是吸上去以后 既能够把外边的电 供到里面去 隔着皮肤 也能够把 这个病人大脑里面的脑信号 通过这个线圈传出来 实现了无线的供电 和无线的通讯 把他的响动的信号 采出来指挥一个 这个气动的手套 来帮他动 刚才我们也听到专家说 这次清华大学开发的 无线微创脑机接口 是半侵入式 目前脑机接口 还有哪几种方式 又分别是如何接入的呢 专家介绍 脑机接口分为 非侵入式 侵入式 半侵入式三类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 通过头皮来采集脑电波 安全性最高 但是信号质量低 功能有限 侵入式是直接将电极 直入大脑皮层 可以获得最高质量的神经信号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 创伤大 风险高 清华大学开发的 无线微创脑机接口 是半侵入式 将电极 直入患者大脑硬膜外 不破坏神经组织 可以获得较高信号强度 和分辨率 同时也降低了免疫反应 和损伤神经细胞的风险 当前 世界主要国家 都将未来视为脑科学时代 将脑科学研究 列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 我国在2017年 启动了中国脑计划 脑机接口 作为中国脑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 在医学应用方面 取得了哪些进展 我们来了解一下 目前脑机接口的应用 主要是在医学领域 全球科学家 开展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 多数是针对 高位结胎患者的功能恢复 在此次临床试验中 除了读取大脑运动皮层信息之外 联合团队还专门设计了 对大脑感觉信息的记录通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不是只有一个 这个脑区运动皮层 还有记录 它还有一个感觉区皮层的记录 就记录到它这个反馈信息 当大脑能够接受到 发出的动作的反馈信息之后 动作思维就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信息回路 这将大大提升脑机接口 在神经医学领域应用的效果 比如说癫痫 你先知道你刺激了以后 它一直的癫痫 有没有得到效果 有得到效果之后 你就可以禁止刺激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一个记录系统跟刺激系统 同时都在这个电极上面 这个就是反馈系统 就闭环的系统 现在是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高地 大家都在努力竞争 联合试验团队专家告诉记者 脑机接口未来的应用十分广泛 下一步 他们的目标 是希望通过迭代开发 打造一个通用的微创脑机接口平台 用于更多脑疾病的康复 目前来说 探索的 包括国外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从事的 结胎患者 四肢癱患者 或者是间动症患者 那么未来可能还会涉及到 其他的领域 包括比如说癫痫 认知障碍 严重抑郁 所以探索的疾病领域 也会逐渐地去宽广 伴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 关于脑机接口是否存在风险性 伦理问题该如何应对等问题的讨论 也越来越多 就在一个月前 科技部官网公布了 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人工智能伦理分委员会 研究编制的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 这是我国在脑机接口研究领域的首部伦理指引 明确开展 脑机接口研究 应该确保研究具有社会价值 应主要致力于修复性脑机接口技术 强调通过技术的发展 服务公众的健康需求